HSK六集模拟试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六集考试 HSK六集听力考试分三部分 共50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第1到15题 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 现在开始 第一题 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 研究了一辈子相声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 她常说 观众是她的恩人 衣食父母是她的老师 她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她 爱她 喜欢她的观众 二 石下农村的许多家庭存在着男子汉经商做生意 训妻子一筹的现象 于是 一些男子汉便甘拜下风 将妻子推向了波澜壮阔的商海 自己则留在家里 一心一意地扮演起种田 做保姆 下厨房 忙家务的角色 三 她喜爱陈诗增 但更崇敬齐白石 她认为 齐白石先生从不守旧 最重创新 爱画生活题材 画自己的真心感受 在艺术上绝不人云亦云 生活中也不巴结权贵 干艺术就是要像 齐白石先生那样 有人格 有画格 四 棍棒出孝子 严师出高途 在传统教育观念中 被奉为归孽的信条 正在逐渐被抛弃 在中国的学校里 体罚学生的现象已基本被杜绝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 使用暴力手段教育出的孩子 更容易有暴力倾向 五 他们公司的产品价格确实比其他品牌昂贵很多 但他们提供的是终身保养服务 买他们的刀具是人生的一种享受 客户享受的是一种加倍的品牌 一种高档消费的乐趣 一种价值投资的快感和一种高品质的生活 六 有人喜欢购买许多牙膏 慢慢用 也有人贪便宜 购买储存过久的牙膏 殊不知这些做法都不科学 构成牙膏的物质经过一定时间会产生化学反应 降低牙膏的去污和保洁作用 变质的牙膏还可能引起人的过敏反应 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有代类动物比起鸭嘴兽进步很多 它们不再是卵生 而是胎生 但是 由于幼崽在母体中发育不完整 只好出生后在母亲的育儿代中再补育一段时间 可见 有代类虽表现出高等哺乳动物的特征 但还是比较原始的 8.画家作画 需先打好底色 若画到笔墨酣畅处 发现底色不合适就很难补救 甚至会前功尽弃 小城镇建设 情同此理 如果事先没规划好 就匆忙上马 难免今年建 明年拆 劳民伤财 造成巨大的浪费 9.冰雹 通称薄子 有的地区叫冷子 是空中降下来的冰块 多在晚春和夏季的午后半同雷震雨出现 冰雹会给农作物带来很大危害 大冰雹对人 畜 建筑物也会造成损害 10.国学大师钱穆 著作等身 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注 日前 钱穆的学生叶龙 将钱穆50年代所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课堂笔记 整理成书 父子出版 名为中国文学史 10.国学大师钱穆 著作等身 11.河水很平静 对岸似火的秋叶倒映在河中 景色格外优美 小白画抖动着纤细而苍白的树干 下面落了一圈圈金色的叶片 两位退休的老人坐在河边的长椅上低声交谈 轻轻地摇晃着婴儿车 车里是他们熟睡着的外孙 12.乌鲁木齐有十几个公园 我常常去鲤鱼山 原因是那里人工雕琢的痕迹最轻 能让人领略到天然的野去 最近我去得更勤了 并意外地产生了人生苦短 还能看它几眼的西域之感 13.河溪走廊的精华是绿洲 绿洲生态系统得以维持 靠的是水 补给绿洲的水 绝大部分来自麒莲山的冰雪 这些冰雪资源的存量 又受气候因素制约 另一方面 沙漠流动和沙漠化 也严重影响绿洲生态系统 14.身材高挑 长得帅 中文说得很顺利 吴正荣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 十几年前 身为德国环球救助协会会员的吴正荣 携妻子来到长沙 成为帮扶龙亚人的义工 这些年来我们几乎跑遍了湖南 尽自己的力量 让无声世界里的人获得关爱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吴正荣说 15.我怀念小时候的除夕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嗑瓜子 吃花生 聊天 父亲没有了平素的严肃 母亲也放下手中的活迹 我们可以少有的放肆一下 最温馨而难忘的是 父亲有一次吩咐我 拿两个馒头去为那头 认劳认怨了许多年的老马 我激动了许久 同时认识到 在这个日子 所有付出劳动的 都该得到犒赏 第二部分 第16到30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16到20题 第16到2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2000年10月 来自中国的18岁上年李云迪 获得了国际肖邦钢琴比赛金奖 他是在这个奖项空缺了15年以后获得的 而且是该项比赛70多年来最年轻的冠军 李云迪你好 非常感谢你能接受我们的访问 你好 大家好 第一眼见到你的感觉就是 你太年轻了 很难想象你坐在钢琴面前 能够表现出如此复杂和成熟的世界 好像当时评委对你的评价是 不拘泥于别人对于肖邦的理解 你给了他一种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文化背景给我的帮助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我觉得不光是我觉得 傅聪也讲过 中国人的性格各方面是最接近肖邦本质的 我觉得中国人嘛 还有我们的民族 算是很浪漫的 感情很丰富 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想拿第几名啊 没想过 蛮放松的 我老师也没有给我压力 觉得反正还年轻嘛 去学习学习看一看 2005年不是就下一届了吗 那一届再去也没有关系啊 所以比赛的时候你就很轻松地去了 是不是赛到决赛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啊 没有 一共四轮比赛 我第一轮谈完以后观众反应就非常热烈 我自己也增强了信心 我第二轮也发挥的很好 基本上四轮发挥的一轮比一轮好 但有些选手比如说第一轮发挥的特别好 第二轮又突然下来了 第三轮又有一些波动 作为评委来讲 他注重整体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 我当时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十六 二零零零零年发生了什么事 十七 评委是怎么评价李云迪的 十八 李云迪认为自己对萧邦的理解得益于什么 十九 二零零零年李云迪参加比赛的目标是什么 二十 关于正式比赛下列哪项正确 第二十一到二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你在中国几年了 这个长假怎么打算 我在中国十年了 五年前开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台工作 主持双语节目 我们外籍员工尽量让中国同事在自己的节日休假 赶上以色列的节日 中国同事也乐意让我放假 所以今年十一我会加班 节日礼和听众互动也挺好玩的 在中国体验过春节吗 第一年除夕很难忘 我在中国背包旅游 对中国节日也不了解 除夕晚上 我和朋友在贵州省一个村子里 想去另外一个地方 但给当地人多少钱 也没人愿意带我们去 我们决定在路边睡一晚上 后来一个会议点英语的孩子把我们带去他家 我们就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过了除夕 有没有感觉中国的一些旅游景点很商业化 有 现在和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很不一样 2003年我第一次去逛庙会 那里布置很简单 但气氛很浓 现在的庙会 东西都很好看 但棉味淡了 成了卖东西的地方 吃的东西也越来越贵 而且越来越国际化 卖的东西 大约有一半来自国外 你感觉你们和中国人在度假方式上有什么差异吗 我感觉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人喜欢跟团 外国人喜欢自助游 中国人好像喜欢去人多的地方 但我们想去没人的地方 我经常劝中国朋友去爬野山 他们会说 那里没人 去不了 可能中国人觉得人多的地方就好吧 消费理念有何差异 中国人出国游对品牌很着迷 我们去外国喜欢买当地的特色产品 大品牌对我们没有太大吸引力 我朋友来中国喜欢找手工丝绸围巾和衣服 还有手工手饰 这些东西也不便宜 但我们宁可把钱花在这些上 也不愿去买大品牌商品 21.关于男的夏丽娜向正确 22.关于男的在中国过的第一个春节 下列哪项正确 23.中国的庙会有什么变化 24.关于度假方式 夏丽娜向正确 24.关于度假方式 夏丽娜向正确 25.关于消费理念 下列哪项正确 第26到3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欢迎著名导演李安先生 您好 年过六十 很多人已经退休 过上了平淡安稳的生活 但总感觉您是要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 我需要感受活力 我需要障碍 因为没有障碍 人就没有思想 很难保持新鲜度 久而久之就会感觉僵硬 那种感觉没有办法忍受 您的每一部电影几乎都是全新的题材和类型 这部比利林安的中场战事 想给观众传达什么新的信息和感受 想传达的都是我人生的体验 只是用比较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最感兴趣的一个是中场秀 一个是真正发生的战事 实际操作中您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这部电影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 小说非常内在 是男孩子脑筋里一天的思绪 书可以尽情写 但让观众看到就不太容易 我决定用新的方式表达 尽可能把书的精神拍出来 这是我特别努力的 北美首映后 有影评认为这部电影形式大于故事 您如何回应 什么样的故事适合用什么样的技术 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这部电影的形式和内容是表里呼应的 有些观众观影习惯比较重 特别是影评人 我觉得对于一般观众来讲 就是来看电影 怎么看 跟里面演什么东西 其实本来是浑然一体的 您的电影里有很多关乎家庭亲情的议题 您个人怎么看待家庭对自己的影响 我们的家庭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视 父母给了我很多品德上面的要求 一方面我遵循他们的教导 一方面又很想从中挣脱 所以形成了很奇怪的 既叛逆又乖巧的个性 离开家到美国以后 反而有一些比较希望挑战的东西 父亲虽然对我很严 我还是很爱他 中国教养在我身上 虽然是一种智库 是一种压力 但也是一种稳定 安定的力量 所以寻找安全感和学会如何自处 是我电影里面 避免不掉的主题 二十六 年过六十的李安 对生活有什么要求 二十七 导演通过电影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向观众传达了怎样的信息和感受 二十八 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对李安的挑战是什么 二十九 对于影评人认为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形式大于故事 李安怎么看 三十 关于家庭教育对李安的影响 下列哪项正确 第三部分 第三十一到五十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三十一到三十三题 第三十一到三十三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老王到固有老林家中做客 看见老林家灶上的烟囱是直的 旁边还堆了很多柴火 就对老林说 烟囱要改成弯曲的 柴火要挪走 不然容易着火 老林听了老王的话 却没往心里去 不久 老林家果然失火 街坊四林都来救火 火被扑灭了 所幸家中损失不大 老林心中感谢 备了酒席 愁谢四林 却没有请当初建议他 改烟道挪柴火的老王 有人对老林说 如果当初听了老王的话 就不会着火 今天也不用准备研习了 若是论功行赏 最该感谢的人是老王 老林顿时醒悟 赶紧请来了老王 并敬为上宾 三十一 关于老王 下立哪项正确 三十二 老林为什么要被酒席 愁谢四林 三十三 老林悟到了什么 第三十四到三十六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2008年10月15日 人们迎来了第一个世界洗手日 之所以要设立世界洗手日 是因为全球平均每天 约有5000名5岁以下的儿童 死于与腹泻相关的疾病 只要养成饭前便后 用肥皂洗手的习惯 这些儿童中的一半就会得救 因为经常用肥皂洗手 是降低腹泻死亡率 以及霍乱和肺炎患病风险的 最有效和最廉价的方法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忽视手部的卫生 饭前便后洗手 是从幼儿园就交起的卫生知识 可是很多小孩 包括成人都不以为然 SARS 禽流感 以及频发的手足口病的流行 都说明疾病很容易在人群中传播 而多数传染病的传播 都与手部卫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世界洗手日主旨 是推动全球性的普遍教育 增强人们对于洗手与健康关系的认识 各行各业 各阶层人士都应该强化 手部卫生的健康意识 珍惜生命 关注健康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建立良好的卫生预防体系 34 为什么要设立世界洗手日 35 对于洗手眼下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36 世界洗手日的主旨是什么 第三十七到三十九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张三从洪水中救起了他的妻子 他的孩子却不幸遇难 事后 人们议论纷纷 有的说他做得对 因为孩子可以再生一个 妻子却不能死而复活 有的说他做错了 因为妻子可以另娶一个 孩子却不能死而复生 听了人们的议论 我也感到这事难以抉择 如果只能救活一人 究竟应该救谁呢 于是我去拜访张三 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说 我什么都没想 洪水袭来 妻子在我身边 我抓住他 就往附近的山坡游 当我返回时 孩子已经被洪水冲走了 归途我琢磨着张三的话 对自己说 如果当时张三稍有迟疑 可能一个都救不了 所谓人生的抉择 不少便是如此 是啊 很多事情容不得你 细细盘算其中的对与错 如果过于犹豫 或过于在乎别人说什么 你可能什么事也做不成 37.关于人们对张三的议论 下立哪项正确 38.张三对这事是怎么说的 39.下列哪项是说话人的观点 第40到4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齐齐早晨给一颗刚出土不久的竹子 戴上了自己的帽子 晚上他来到竹林一看 竹子把帽子顶得高高的 他踮起脚都够不着了 怎么会这样呢 齐齐想不明白 原来在植物中 竹子的生长速度堪称冠军 比如毛竹 在笋期 育雨就长 夜深人静的时候 来到竹林 你会听到竹子拔结生长的声音 它的生长速度 可达每天两英尺 竹子之所以长得这么快 是因为它的许多部分都在同时生长 一般植物都是依靠顶端分生组织中的细胞分裂变大而生长的 换言之 一般植物 只有它的顶部的一些细胞 永远保持强烈的细胞分裂机能 但竹子却不一样 它的分生组织不是仅仅顶端有 而是每一节都有 如果我们挖取一只竹笋 将它一批为二 可以发现 里面的竹节都连得很紧 好像一个压缩的弹簧 当它钻出肥沃的土壤 遇到温暖湿润的天气时 每一节的分生组织都会同时不断产生新的细胞 相邻竹节间的距离就会逐渐拉长 如果每根竹笋有六十节的话 那么它的生长速度就是其他植物的六十倍 随着竹子不断长大 竹节外面包裹的翘就会脱落 这时竹子就停止生长了 四十 关于棋器下列哪项正确 四十一 一般植物生长的特点是什么 四十二 竹节外面包裹的翘脱落 预示着什么 第四十三到四十六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了一份礼物 一根鱼竿和一搂鱼 其中一个人要了一搂鱼 另一个人要了那根鱼竿 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 得到鱼的人就地燃起篝火 煮熟了鱼 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 之后就又没地吃了 不久就饿死了 另一个人提着鱼竿 艰难地向海边走去 当他看到远处的大海时 再也没力气往前走了 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 另外两个饥饿的人 也得到了一份同样的礼物 只是他们没有各本东西 而是商定共同去寻找大海 他俩每次只煮一条鱼 经过遥远的跋涉 来到了海边 从此开始了以捕鱼为生的日子 几年后 他们盖起了房子 有了各自的家庭 子女 有了自己打造的渔船 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 一个人只顾眼前的利益 得到的终将是短暂的欢愉 一个人目标高远 但也要面对现实 只有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 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43 关于第一对得到礼物的人 下列哪项正确 44 对于第一对得到礼物的人的评价 下列哪项最恰当 45 关于第二对得到礼物的人 下列哪项正确 46 这段话主要想说明什么 第47到50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不被大家重视的生活细节 有些细节对健康是很不利的 如果不加以纠正 时间长了会导致疾病 对照一下 看看你是不是有下列习惯 药片掰开服用 药片掰开后会出现棱角 不利于吞咽 极易伤害食管及肠胃 起床先叠背 人体本身是个污染源 在一夜的睡眠中 皮肤会排出大量的水蒸气 使被子不同程度地受潮 人的呼吸和分布全身的毛孔 所排出的化学物质 有145种 从汗液中蒸发的化学物质 有151种 起床就立即叠背 被子吸收或吸附的水分和气体 就不易散发出去 亦使被子受潮 即受化学物质污染 最好的办法是 起床后打开窗户5到10分钟 让被子中的潮气和化学物质 散发出去 然后再叠背 饭后急睡 有些人喜欢很晚吃宵夜 吃完后立即上床休息 其实这样做不仅容易消化不良 引发肥胖 严重的情况下 还可能引发中风 因为吃完饭 大脑的血液流向胃部 由于血压降低 大脑的供养量也随之减少 如果原来有血液供应不足的症状 饭后立刻倒下便睡 这种静止不动的状态 很容易导致中风 四十七 正确的吃药方法是什么 四十八 起床后应该先干什么 四十九 不能饭后立刻睡觉的原因是什么 五十 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三十四 中文字幕 三十五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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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